梁瑋瑩作詞 蔡芸娜 喂 有聽到聲音嗎 好 謝謝大家 今天很高興看到各位來這裡上口 各位來這裡上課 我們今天在座各位是140523 但是是88期的 另外記得自己是88期 初級班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記得88期呢 除了這是一個好數字之外 因為你看到這個88你就知道 前面有87個起訴的前輩同心 那這87期的人 他們是怎麼建立民政府從無到有 然後長期的這樣堅持下來 維持一個政府的運作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們為我們87期之前的前輩同心們 感謝他們 謝謝他們 給他們鼓勵 所以以後你們就變成前輩囉 89期以後 後面的人也會感謝你們 你們也是來上課 繼續延續下去 民政府的訓練 這個大家都是功德一見 好 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開始上我們的課程 好 那 最近可能 台灣人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哇 你是誰 你是哪裡人 因為台商呢 到越南 遇到排華事件 結果呢 掃到紅台被 台商的工廠都被打被砸 這個道理為什麼 明明是說排華 為什麼打到台灣人呢 很奇怪對不對 可是呢 那些台商回來的人有說 越南人跟他們講 其實我們分辨的出來 你們誰是台灣人 你們誰是中國人 所以雖然他們打的是台商的工廠 那是因為工廠裡面 台商有僱用的一些 都是中國籍的員工 所以他們打的人 是打中國人 打這些華人 所以其實越南人他們分得清楚 那可能 是真的台灣人跟中國人在外表 那個講話的習慣 做人做事的態度 這個真的跟中國人很不一樣 所以外國人分辨的出來 誰是台灣人 誰是中國人 那我們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我們在這個島內的環境很封閉 不知道外界是怎麼看我們自己的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多了解 鄰國的想法 不要只眼光放在中國那裡 我們自己要多了解 鄰國世界各國人是怎麼看我們的 我們到底是誰 人家會問說你是誰 你是哪裡人 那你的法理身份是什麼呢 我的法理身份是什麼人 我是中國人嗎 我是台灣人嗎 我說我是台灣人 人家相信嗎 是不是 你的證件是什麼 你的身份證明是什麼 那 有一個 最近也是有一個 聽說的一個故事 一個朋友講的 台灣的工廠 那他們有僱用越南籍的員工 那這越南籍的員工就跟他聊排華事件 那這個廠長就跟他聊 那聊聊那個越南人也說 我們都分辨的出來你們誰是台灣人 誰是中國人 那台灣人這個廠長就說 對啊 我就是台灣人啊 不然我拿證明給你看啊 他就從口袋掏出他的證件 是什麼 他拿到這一張給那個越南勞工看 那越南勞工看到嚇一跳說 什麼你們怎麼還在用這一張 他說那個越南勞工說 你們怎麼還在用這一張 那那個廠長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你們怎麼還在用這張 二十幾年前 中華民國這個東西 越南人都知道耶 很奇怪就是台灣人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這台灣人真的很奇怪 越南人都知道 一般越南勞工都知道 你們怎麼還在用這一張 這個事情聽到很不可思議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會這樣 自己的法理身份到底是什麼 搞不清楚 這個很難走出去 很難 這個遇到一個重要的事情 到一個東南亞幾十年就一次排華 結果我們就被拖下水了 少留紅台會 我們台商在越南的 十幾年的投資 就這樣毀於淡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損害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 自己的法理身份是什麼 好 那今天上課的內容呢 我們就是比較詳細的來解釋 什麼是民政府 什麼是流亡政府 那是誰擁有台灣的主權 好 那課程當中偶爾會有一些 英文字 外文字 不是說為了要炫耀寫英文字 外文字 是因為台灣人長期 都只會看中文 念中文 聽中文 所以都會被中國人騙 幾百年來 兩百年來清國統治台灣就是這樣 我們本來是平埔族高砂族的學統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的語言消失了 然後就只知道 只會看漢字 講中文 那結果就是 幾百年來一直被中國人騙 被中國人機器騙 騙到現在真的很多 台灣人的子弟以為自己就是中國人 所以台灣人現在開始要努力的學外文 學英文 學日文 至少寫英文比較不會被騙 一直看中文 網路上看很多中文 都是很多騙人的東西 很多騙人的歷史啊 政治啊 所以要小心 所以多學一些外文沒有壞處 好 那這個是 英文跟日文 那各位可以參考看看 自己多認多看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進入我們的第一個主題 就是 什麼是 civil government 台灣民政府 英文名字就是台灣civil government 那我們先討論什麼叫civil government 好 那這個civil呢 先一個一個字來看 civil的意思有文明的意思 或是民視的民間的 或是 或是 是有禮貌的 有文明的 好 所以呢 這個 文明的政府 合起來就是 是一個民視的政府 民視的權力 民政機關 那相對 他是 他是 民視的 所以相對的 相對立的就是軍事的 軍事的就是military 所以他不是軍事單位 所以他不是軍事單位 台灣民政府不是軍事單位 那他是 民視單位 那是 執行法律 跟秩序的一個國家的機關 我們是政府機關 好 所以呢 台灣民政府呢 就是 要用台灣人要開始 本土台灣人開始要用文明的方式 依據國際法來建構台灣的主權地位 法理地位 那因為這樣子 之後聯合國 所有的文明的進步的遵守國際法的國家 那也會承認並尊敬台灣民政府 好 所以我們台灣人現在開始 要脫離中國人這種 那個愚蠢的教育 我們開始要進入一個 知道法理的有文明的一個國家 好 那這個civil government 他的一個法律來源是什麼呢 這個起源是什麼 起源就是要追溯到最早 是從 古代歐洲希臘文化開始說起 那簡單的說 這個希臘的 他有一個自然法的思想 那這個也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搖籃 是在古希臘的時代 那簡單的說 我們要了解民政府的法源 就要先具備國際法知識 要具備國際法知識呢 就要知道 他更高層更上層的一個法律的來源 就是一個自然法 那這個自然法呢 簡單的說 我們人每一個人 不論你教育程度高或低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這個 遵循自然法的一個本能能力 那這是什麼能力呢 就是 人是良善的這個基本能力 譬如說 譬如說 現在有一個人在路上被車撞 然後車跑了 那旁邊有一些目擊者 就趕快幫他 保護他的安全 那有人打電話報警 叫救護車來 那有人幫忙寄造勢逃逸的人的電話 那以便事後的處理 那這些人呢 都具有自然法的本性 他知道遵循自然法 這個發揮這個人的良善的本性 好 這個跟教育程度高低沒有關係 好 那 所以這個 人有這個特性就是會幫助人 那這就是遵循自然的法律 那這自然法呢 有一個說法就是 形同是 上帝的律法 那跟人間 寫成文字的律法是不一樣的 那這自然法呢 它的位階呢 是高於這個 法律 人間的法律 跟一般的習俗 那這個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良善高層次的一個法律 好 那所以人呢 是自然法的遵循者 上帝呢 是自然法的創造者 那這上帝你可以想成是你相信的神 很多宗教信仰 都是勸人為善 行善 好 這是大概自然法的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之後後來的 萬國公法就是遵循這個自然法衍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先具備這個自然法指示 那自然法有一個討論的對象就是 最小不可分割的元素 那這個就是一個完整 比如說一個人 我們討論一個人 他是完整的一個人 好 比如說剛剛那個車禍造勢逃逸的人 那你不可以說因為他造勢逃逸 是他的手開車 或是他的腳去踩油門 撞人 所以呢砍掉他的腳 砍掉他的手 這樣來懲罰他 可能古代有這種違背自然的習俗 那可是後來自然法 發展出來之後 人就是一個完整的人 是最小的元素不可以再分割 你不可以砍斷他的手 或他的腳 以這樣的方式來懲罰他是不行的 所以呢如果要處罰 就是處罰這個人 比如說把他抓去關 這樣子 所以自然法討論人 是一個完整不可分割的元素 好 那之後呢自然法是討論人 後來發展成這個萬國公法 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法律之後 國家就是一個自然的最小不可分割的元素 好 所以之後討論國跟國之間的糾紛 那不可以再分割這個國家的土地 這個之後等一下會講 我們現在大概知道自然法的一個概念了 好 所以後來在英國有一個哲學家 十八世紀的時候 他發展出一個自然的權利這樣的概念 好就是說 自然權利就包括生命權 自由權跟財產權 那這個是上帝賦予給人的 這些權利呢 並非是人所給人的 也不是人可以自己放棄的 譬如說賣身為奴 那別人也不可以剝奪你這個自然的權利 好 那為了保上這些權利呢 人類之間就建立了政府來保障這些自然權利 那在美國的獨立宣言呢 那在美國的獨立宣言呢 就寫到寫到寶藏這個權利 人是生而平等的 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 那造物者是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 就包括生命權 自由權跟追求幸福的權利 好這是寫在美國的獨立宣言 好為什麼會後來會發展出萬國公法國際法呢 因為當時有個歷史背景就是 歐洲本來是數十個小國 那後來到了1804年的時候 拿破崙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帝國 那他已經併吞到好幾十國了 那幾乎要併吞掉所有的歐洲 所以那這個情況呢 就引起歐洲各國的覺得這樣子很恐慌 全部的歐洲都變成要成為同一國 那這樣已經會剝奪每一不同國家的自然的 他的生命權財產權了 或是他每個國家不同的語言文化 那這個就是違反了自然法 違反了自然核心 所以當時歐洲有很多思想家 那他們就發展出這個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法律 就發展出這個這本書叫The Law of Nations 是在1758年的時候出版的 那叫做萬國公法 這是萬國公法的字一本 這個是歐洲人寫的 那後來當時呢 這一本The Law of Nations呢 也獲得歐洲美國各國強權的一個肯定 他認為這個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法律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規範可以遵循 那新興國家這些強權國家呢 都要遵守這樣子的法律 國際之間才有秩序 所以在美國憲法條文中 Article 1 Section 8就寫到 明文的規定說要遵守這個The Law of Nations 好 那這條文就寫到 英文可以大家自己看 那我就念中文 是界定懲罰在公海侵權盜版跟犯眾罪 違背國際公法的罪行 所以這樣表示說 美國憲法呢是支持這個 遵循這個萬國公法 那既然他遵循萬國公法 那世界各國就用萬國公法來 大家來規範來執行 好 那第二本很重要的書呢就是 El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這是1836年 一個美國的法律學家 所寫的一本萬國公法 那這本書呢也是受到 歐美各國列強的一個肯定 那大家也都遵守 那這本書甚至傳到亞洲 那就是這一本呢 我們是後來稱的這個萬國公法呢 就是這一本 那他第一章就也是很明白的描述說 萬國公法是奠基於自然法 那意思是說我們讀萬國公法 都要先具備自然法的概念 好 所以這個概念呢是從天賦人權到人賦人權到天賦人權義務 人賦人權權利 那這個天賦人權的義務呢 權利我們知道 權利呢可能就是我們 我們人的人權有生命權財產權 追求幸福的權利 那天賦人權義務呢 可能我們什麼是義務 就是我們要能夠生存 能夠讓自己生存下來 國家也是 能夠國家可以生存 要如何生存 要能夠保衛自己的國家 那這個就是 有一個主權國家的話 他的一個義務就是要能夠保護自己的國家 這個之後等一下還會再詳談 所以這個萬國公法呢 是在用來規範國際社會之間的互動 一樣這剛剛有講 國家是自然最小成的元素 不能再分割國家了 所以之前那個拿破仁時代呢 他跟別國打仗 他戰勝了之後 他就併吞別國 或是割讓別國的土地 所以那個就是違反 自然法跟萬國公法 所以之後呢 大家執行萬國公法之後 就不能再分割國家了 佔領了就不可以再併吞了 那這是今天 學習重要的概念之一 好 那這個萬國公法呢 中漢文版是由這個丁慕斯 他所翻譯的 那傳到日本去呢 有兩位重要的人士呢很支持 好 比如說 右手邊這位是版本龍馬 那他有一句名言 他說手槍只能殺傷敵人 那這本萬國公法呢 可以真心日本 好 所以之後呢 大政奉還之後 明治維新呢 是很大的程度都是參考 這本萬國公法 那明治天皇呢 在開國遭遇的內容 也承認萬國公法 並遵循萬國公法 那也當作呢是 當時興起的大日本帝國 來對付歐美強權的 很重要的武器 武器並不是槍炮彈藥 而是一本萬國公法 好 所以呢 台灣民政府的法源是什麼呢 法源就是 the law of nations 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然後跟後來發展出來的 戰爭法 那戰爭法呢不是一本書 有的有一本書 那有的是一些條約 公約 或是美國有關戰爭的 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那是大概分了五大部分 有海壓公約 日內網公約體系 國際紅十字總會 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還有1940年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會編 FM27-10 還有第五 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好 所以戰爭法是基於 從屬於萬國公法 所以國家之間的戰爭呢 也不能超越萬國公法 的規範 那用個圖形來表示 法律的位階高低就是這樣 最上層的是上帝的自然法 那中間的是萬國公法 有兩本 Law Nation 跟International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那在發展下來的話 就是國際法 有公約條約戰爭法 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這個大概這個法律的位階 各位了解 好 那近代呢 今年呢 遵守國際法的規範也是美國在執行的 比如說2014年3月7號上午 歐巴馬就對克里米亞公投呢 發表了談話 他認為這個國際法 克里米亞公投是違反國際法 歐巴馬總統警告 克里米亞加入俄國舉行的公民投票 那是違反了烏克蘭憲法跟國際法 那他表示世界將會聯合反對 俄國干預烏克蘭的行動 所以 美國總統已經率先帶領全球 各個強國都要遵循國際法的規範 好 那梅克也是 俄國併吞克里米亞是違反國際法 那梅克說 所謂的公投呢是違反國際法 如果宣布獨立 那俄國總統普丁呢 接受了克里米亞獨立 那是違反國際法 那克里米亞呢 在今天併入俄羅斯的聯邦的話 那我們堅定認為這樣的行為也是違反國際法 所以一直強調了國際法 好 那這個聯合國方面也是 還有這個 美國也警告中國不要仿效俄羅斯 來併吞克里米亞的方式的做法 企圖以武力來解決亞太地區的領土糾紛 好 那這個言論呢 是引起了中國的注意 所以現在大家都要遵循國際法 台灣人也是要遵循國際法 好 那 2010年 希拉蕊也說 南海爭議的這個海洋領土爭端呢 也應該要用國際法來解決 好 所以一直不斷不斷的 所以世界的強權一直不斷的提醒 全球的各個國家都要遵循國際法 好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一樣也是遵循國際法 好 我們都要了解 那再詳細看呢 這些內容是什麼 以海牙公約為主的這個系統是什麼 包括1856年巴黎海戰宣言 還有1868年的聖彼得堡宣言 1899年1907年有海牙公約 那這是限制作戰手段的方法的條約 以及慣例法 那第二個日內亡公約體系呢 是包括1864年1929年改善戰時傷者待遇的公約 或是1949年有改善武裝人員傷患 待遇的公約 以及平民保護和受難者公約 好 第三個部分是 國際紅十字總會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那包含了條約 習慣法 國際人道法 那國際人道法是僅適用於武裝衝突期間 那目的是在保護生命 健康跟人類的尊嚴 那這些聽起來都是非常 合乎這個自然法良善的本質 第四部分呢是1940年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會 編第五部分是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所以那這個有一個重點就是軍事行動中止了 並不等於是戰爭狀態結束 那這個是基本要知道的事情 那戰爭的時候呢會宣戰 國際法中對國家自立糾跡的方法就分復仇跟戰爭兩種 那最近這個中越時間的海洋領土的這個糾紛啊 中國是先到他的那個海洋的範圍去找這個遊警 那越南呢覺得說他中國侵犯他的領土了 所以呢但是他也不宣戰 他不真正的使用武力 他就是用一些這個排華這樣子的手段 所以他是用復仇並不是用戰爭 有復仇跟戰爭兩種 那他不採取戰爭他是用復仇的方式 那國際法上因為對戰爭要求很嚴格要宣戰 宣戰之後才能形成一個合法的戰爭 那戰後呢才可以談一些條約賠償之類的 那如果宣戰聲明的話呢就代表說 這兩個國家呢是互相承認屬於這個敵對狀態 那後來有發展出一種不宣而戰 也是一種規避戰爭法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我們看美國呢2003年出兵這個伊拉克 那他有先發表一個最後通牒 然後之後呢再宣戰形成一個合法的戰爭 那之後呢3月19號晚上 那白宮呢宣戰之後呢隔天呢就宣布空中禁航令 那這是領空的佔領 那伊拉克呢毫無抵抗能力 美軍呢就全面佔領伊拉克 那他在他領空上完全的限制了他的禁航 所以他伊拉克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那就全面佔領了 然後在領空佔領之後限制之後 美軍再派地面部隊去全面佔領這個地區的領土跟人民 所以呢他就征服了伊拉克 那戰爭法的概念呢就是先征服 征服之後立刻就佔領了 那征服呢要具備有兩個條件 就是征服是有能力呢徹底結束戰爭 那和有能力來簽署條約 宣告本身是佔領全國 那這個之後呢在究竟三和平條約 我們就會看到這樣子的兩個條件 這個結束太平洋戰爭是美國 他有能力完全結束這個太平洋戰爭 那第二個他在條約裡面有宣告 他自己是主要佔領全國 那第二個佔領呢 佔領的話這個戰爭法有規定 佔領就是不可以移轉主權 不可以併吞這個土地 那最終如果要結束佔領的方式呢 就是讓當地人民組成一個民政府 那這個美軍就可以撤退 結束這個軍事政府的佔領 所以這個基本的有個重點就是說 佔領是什麼時候開始 那就是敵人沒有反抗的能力了 所以佔領就可以開始 他就征服了 就佔領就開始 那佔領全國是誰 佔領全國就是有能力結束 徹底結束這個戰爭 跟有能力宣告自己是主要佔領全國 那佔領什麼時候結束 一樣就是剛剛講 要成立一個當地人民組織的一個民政府 所以佔領就可以結束了 好 那這個美軍佔領期間呢 就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英文全名是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那譬如說這個當時的波多黎各呢 是在美西戰爭之後簽的巴黎條約 那是有這個條約割讓給美國了 所以美國國會也通過一個組織法 讓波多黎各形成民政府 那美國也可以結束佔領 可以撤軍 那要撤軍的話要結束佔領 是美國總統會正式宣佈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會移交當地的主權給這個民政府 那這個1907年海耀公約有規定 有發佈陸上戰爭的法律以及慣例 那海耀公約第四章呢 是第三節是說 敵對國的領土上的軍事當局 那第四十二條呢 佔領地是實際上被敵軍組織所控制的一個地區 那佔領範圍僅止於當局建立與實際控制的區域 第四十三條 當原來具有正當性政府的權利 事實上交給佔領者手中時 除非被情況所制止 那這個佔領者必須盡快恢復 並保證該地區的公共秩序與安全 同時呢遵守該地區已經生效的法律 那講這些是要解釋說 中國 中華民國代理美國來軍事佔領 那這個當時呢 蔣政權呢是違反了這個戰爭法 譬如說第四十三條 當時呢 當時蔣介石是因為一般命令第一號 那個麥克阿瑟命令他來接受受降 那他沒有親自來 他是派陳怡過來 那陳怡過來 在那個執行佔領的時候 並沒有恢復台灣地區的公共秩序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都聽我們的父母或是阿公阿嬤講過 當時8月15號宣布戰敗之後 台灣將近有一個月的時間 治安是非常好的 晚上夜不閉護門不用關 沒有什麼小偷或是搶劫的事情 完全治安非常好 可是當這個陳怡的中國軍一來之後呢 台灣就發生了很多搶劫偷竊 一些暴力事件 已經危害該地區的公共秩序了 同時呢 他們也沒有遵守台灣本地的法律 他們用帶來這個中華民國的一個法律 在這邊使用 那已經是違反這個國際法戰爭法 那第四十七條呢 講的是說 不能引起被佔領地的 該地的制度跟政府的變更 那這個一樣喔 這個蔣政權呢 來台灣犯的戰爭法 違反了第四十七條 當時呢這個 中國 當時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呢 在台灣代理佔領 那他把中華民國憲法拿來台灣用 應該是台灣中國民政府 他不用這個名稱 他用的是台灣省政府 那這個是企圖移轉主權 給中華民國 這是違反國際法的 好 所以他引起 他當時來代理佔領 已經讓台灣這個地方呢 這個政府的制度已經有改變了 好 這是其中的一條 違反國際法的一條 那第四十九條呢 是說 不可以把人民牽出牽入 好 一樣喔 這個中國殖民政權呢 他一樣把 當時在台灣 大概有五十萬的 合一的台灣人 好 再分了七個七次呢 前返回日本 那又移了兩百萬的中國人來台灣 好 所以他把 日本人 本地人移走 然後把他自己的中國人移入 然後把他自己的中國人移入 那這個也是違反了 這個戰爭罪第四十九條 那其實這個中華民國 中國人殖民政權 違反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戰爭罪 好 慶祝難淑 那我們 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 做一整集來討論喔 好 那譬如說 一樣喔 別的國家也是有這樣 違反戰爭法的情勢喔 但是最終呢 還是被聯合國 制止要撤軍撤屯 譬如說以色列呢 在整個中東地區呢 譬如說 以色列的併吞 還是 最終還是要撤出這個屯肯區 好 所以當時呢 日本戰敗之後呢 日本的領土呢 分了這個七個部分 分別佔領喔 第一個是 日本本土是 盟軍最高司令 總司令接管 是美國接管 那第二個呢 是台灣跟西南群島 是由中華民國政府來 佔領接收 第三個呢 是華泰廳跟千島群島 那這個也是 這個是被蘇聯接收 那他也是模仿這個 中華民國的習慣喔 他就 把當時這個 北方四島上的日本人民啊 大概一萬六千人很好處理 他就用船把他載回日本 然後蘇聯呢 自己再來 佔領這個 上面已經沒有人居住的島了 那變成 蘇聯就對外宣稱 這個是島 是他的 那這個是違反了 國際法戰爭法 好 第四個呢 是朝鮮 北 北尾38度縣以南 那這個也是由美軍來 接管 然後第六呢 是北朝鮮呢 也是由 是由蘇聯的軍事政府來接管 第五個呢 是關東州 好 第五個關東州 也是由蘇聯接管 那1955年呢 就歸還給中國 所以這個關東州 蘇聯想併吞 也沒辦法併吞 也是歸還給中國了 然後南洋廳這一塊呢 是 美國佔領 1947年就轉為太平洋群島 托管地 好 所以呢 佔領並非併吞 喔 佔領 軍事佔領不可以 轉主權給 戰勝國 好 這句話非常重要 這是第一個重點 好 那英文是 military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好 這個很重要的原則 以前呢 在1830年代 拿破仁時代以後 以前那個 戰地為王 或是領土併吞的 這個 戰爭野蠻的觀念 就被改變了 所以文明國家呢 都是要遵守 海鴉公約 日內瓦公約 或是國際紅十字會的規章 好 要遵循這個原則 佔領不得一轉主權的原則 那這個軍事佔領呢 是一種暫時的狀態 等到和平條約簽訂之後呢 但是也並不表示 軍事政府不存在 和平條約簽訂之後呢 也是要等到 當地的平民政府成立之後 才會撤軍 所以當時呢 這個 19世紀之後 美國就已經非常遵守這個國際法 他們都會在 譬如說 美西戰後的巴黎合約 他們獲得割讓的領土 那美國呢 都會為當地的人民 成立一名政府 美國是非常遵循 帶領 帶頭遵循這個國際法的 好 那在這個 美國陸軍戰場手冊 徽編 有寫第六章 這是都是證據嘛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的證據在哪裡 好 這個第六章有寫到佔領 好 他也是有寫到 被佔領地的主權呢 並不會授予給佔領國 那佔領的本質呢 事實上是屬於戰時的性質 好 第二個是358條一樣 也是有寫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好 那這邊有一段很重要 就是說 It is left unlawful for a beligerent occupant to a next occupied territory 就是說 戰鬥進行當中 兼併這個佔領地 或是在那裡建立新國家是不合法的 or to create a new state 那是unlawful的 是不合法的 那台灣就是這樣子 中華民國來佔領台灣 企圖呢 兼併這個土地 欺騙台灣人說是 變成台灣省 中華民國台灣省 企圖這個 兼併領地 那之後沒辦法 這個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那他們又想出另外一個辦法 就是建立新國家 想要建立一個台灣國或是中華民國 那這樣都是不合法的 好 那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誰是這個occupying power 誰是佔領全國 好 佔領全國呢 在海牙共約的用詞是occupying state 對著佔領國 那或是佔領的軍事力量 好 那這個occupying power呢 這個是單數 主要的佔領全國只有一個 因為只有一個可以徹底的結束戰爭 一般情況是這樣 所以是單數是主要的一個佔領全國 那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會來呢 那有可能他就是 有一個機會他是次要佔領全國 比如說共同作戰的話 那他是次要佔領全國 或是說中華民國是美國的代理佔領全國 是代理性質的 比如說在歐洲戰場 德國的話呢 因為他是跟蘇聯、美國、英國、法國作戰 所以呢 是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那其他的英國跟法國、蘇聯呢 是次要佔領全國 好 那這是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就有明白的寫出 好 第23條 就寫出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這裡就寫出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有明文的 他有能力宣告自己是主要佔領全國 好 那這個 有軍事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除了有法律條文之外 還有這個實際的案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比如說 古巴、菲律賓、還有琉球 古巴、菲律賓是在這個美西戰爭的時候 1898年美西戰爭之後 那西班牙戰敗之後 美國呢 簽訂這個巴黎合約 那獲得西班牙割讓這個古巴跟菲律賓的領土 那當時美國也有為古巴成立了一個民政府 最終也是都承認古巴獨立 那歸還的主權 好 那琉球呢 也是先組了民政府自治 那在美國軍事佔領27年之後 歸還給日本天皇的領土 好 所以這個都有實際的案例 或是近期的話是2001年的阿富汗 跟2003年的伊拉克 就是一樣也是戰後之後 美國也是幫助當地的人民 成立這個民政府自治 那預計是在2014年12月31號 會歸還主權給阿富汗的民政府 所以並沒有成為佔領全國 美國的一州或成為美國人 一樣有遵循這個佔領不得已轉主權這個原則 2003年呢 美國對伊拉克的這個戰爭 反獨裁戰爭也是一樣 戰後呢 也是從主民政府自治 一樣遵循這個佔領不得已轉主權的原則 好 那我們看一下德國也是一樣 二次大戰後德國當時也是 由美國 英國 法國 蘇聯 共同佔領 這個西柏林跟東柏林 好 最後呢也是 41年 軍事佔領41年之後 也是歸還了主權 好 給德國 那當時呢 東柏林是被蘇聯佔領的 當時呢 蘇聯是想要併吞 他還不想遵循國際法 他還想要併吞這個德國東柏林 所以他組了一道牆 所以我們記得那個叫柏林圍牆 所以後來在1989年之後 各個強權也是不准他這樣子佔領就等於併吞 所以也是把柏林圍牆給拆了 最後也是歸還主權給德國了 好所以台灣民政府呢 是依據了以上的戰爭法來形成的民政府 是有法理依據的 這是當時的美國墨西哥戰爭 美西戰爭的一個圖 美國從這個大西洋一直打倒太平洋西岸 所以大概整理一下 這個依據戰爭法組成民政府呢 有割讓給美國地區的 那是會有美國國會 會通過一個法律 一個法案 讓在地的人民形成一個民政府 比如說美墨戰爭的加利弗尼亞 美西戰爭的菲律賓關島 波多里克 那這些都有形成民政府的潛力 那如果不是割讓給美國地區呢 就是由在地的人民要形成民政府 如果被佔領區的人民呢 要有比較大程度的自治 那就是正確的路徑就是建立我們自己的民政府 所以呢 別人不會主動給我們 什麼人權或是什麼國籍 或是民政府 所以台灣人自己要 依據這個國際法戰爭法來形成民政府 那才是自己自治的一個正確的道路 那譬如說也有這個古巴、琉球、伊拉克跟台灣的實力 所以當時這個1847年 兩年內就成立了民政府了 在加利弗尼亞州 關島是經過了52年才成立民政府 那波多里克呢 差不多一年九個月就形成了民政府了 那菲律賓呢也是差不多兩年內就組織好民政府了 那不是各樣給美國地區的話 譬如說古巴也是一年 琉球呢是當時1945年的4月1號 6月23號就軍事佔領開始 那稱為琉球群島政府是7年後才成立一個琉球群島政府 那伊拉克呢差不多四個月就已經形成好一個民政府了 那台灣呢最久喔63年 怎麼那麼久 都還好我們有我們秘書長 他研究這個法理透徹 所以帶領這個台灣人去控告美國總統 依人權訴求來控告美國總統 然後才成立這個民政府 好那這個是琉球模式 我們台灣跟琉球的地位是一樣的 一樣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那也是差不多的時間呢 就是我們是模式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來參考這個琉球模式 他的美國軍政府的一個成立的模式喔 譬如說1945年4月1號 那就有成立一個琉球列島的美國軍政府喔 因為這一天就是美國在跟沖繩那邊的日本軍呢大戰喔 然後最後這個美軍戰勝了之後征服了琉球 所以當征服了conquer之後呢就成立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好那到了1950年的12月15號成立這個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那我們現在台灣的民政府的名稱就是 台灣內島美國民政府這個名稱 好那這個 這個訴訟案喔 2009年4月7號 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的判決 是由Rogerlin vs USA的訴訟案 那判決有五點 第一點是64年來本土台灣人 沒有五國籍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在1946年1月12號的時候 被中華民國政府呢 集體非法的改變這個國籍 當時台灣人的國籍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好那這個中國佔領軍一來呢 就集體的非法的改變國籍 那這個也是違反戰爭罪喔 所以到現在我們變成一個無國籍的身份 好第二個台灣人沒有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為什麼 因為沒有成立民政府啊 現在這個政府 國際社會完全不承認 它不是政府 那要成立自己的民政府之後 才有台灣本土台灣人自己的政府 第三是人民至今人生活在政治煉獄喔 比如說一直參與中華民國的選舉 那一直參與這個選舉 表示一直維持這個流亡政權在這邊的非法的統治 那這種情形呢 鄰國或是美國 他也莫可奈何 因為這是表現出台灣人的意願啊 台灣人願意同意這個 不是政府的政府在統治 所以這個是自己台灣人造成的喔 一直參與這個中華民國選舉 是本部台灣人自己造成的 不應該再繼續參與這個選舉 然後被中國殖民政權呢 非法佔領企圖遺轉主權 那一直以來呢 一直欺騙台灣人說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台灣省 那這個都是在企圖遺轉主權 第四個呢 承認台灣人在軍事 美國軍事佔領當中 那這個呢 是依據了究竟三和平條約 那第五點呢 要求行政單位要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那我們在2008年2月2號成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 美國的行政單位 有協助原告的訴求就是 協助我們在華府辦酒會 2010年9月8號辦過一次 然後2013年9月5號也辦過一次酒會 然後這個酒會的目的就是宣告 華府地區的各國的外交使節 讓他們知道台灣民政府成立這樣的事情 好那這是秘書長林氏 申博士 好那這個就是在北國華府四季酒店辦的一個酒會 然後這個是1月1號辦的一個新年會 好那這個是在8月15號到靖國神社參拜 那這些民政府的一路走來的歷程呢 各位可以在官網上去閱讀 真的是很多同心前輩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就是一直在維持這個民政府的運作 那這是非常了不起台灣人了不起的成就 好那台灣民政府有法源那有證明嗎 美國政府有認可嗎 好那這張就是這四張是證明 有美國司法部門給台灣民政府的信函 那他有署名他是美國司法部門 還有台灣政府基金會也是美國哥倫比亞特區的政府 官方合法的文件 在官網上有 大家可以仔細看 好這個也是 一樣民政府基金會 那都是美國政府部門發給的文件 司法部門也有 那這個都是證明台灣民政府是 美國政府承認的合法的政府 好所以呢 那這個流球模式就是流球返還 最後是主權是歸還給日本天皇陛下所有 所以台灣目前的地位也是日暑美戰 這個主權並沒有被移轉 只是台灣這個地方被美軍佔領 那我們台灣的主權呢還是在日本天皇手中 好那這個是一個佔領不得一段主權 一個戰爭的一個巡迴過程 原來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那兩國宣戰之後開戰 開戰之後就有征服或被征服 那軍事政府呢 軍事政府就交戰當中 那結果有 呃 戰勝國就征服了當地就開始 軍事佔領的開始 好那軍事政府就進駐 進駐之後就會成立一名政府 成立一名政府之後 就在進一步成為一個正式的政府之後 可以跟佔領全國簽訂和平條約 之後呢就結束佔領 那佔領全國就要完成撤軍之後 那移交主權 恢復一個主權的國家 這樣是一個循環 那我們在台灣在這個地方 軍事佔領跟成立一名政府中間呢 停留太久了 停留了快70年了 那這個都是大家 本土台灣人自己造成的 自己也是要檢討一下 好我們希望呢 趕快恢復到這個移交主權 恢復一個主權的一個狀態 好那琉球模式呢 我們可以參考琉球模式 因為整個歷史歷程是很接近類似的 包括領土的取得時間 好領土取得方式 那注意的是這個台灣是割讓喔 是簽下官條約 大清帝國大皇帝跟大日本天皇簽訂的割讓條約 所以並不是中國人說的 偷竊取來的 好第三個是普及國民教育喔 都有落實實施這個真兵制 那台灣是在1945年的4月1號 實施真兵制 那這個意義就是代表 台灣已經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管轄之下 已經進入這個憲法的範圍裡面 所以是已經成為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建立地方制度呢也是有實行 1901年就有地方制度來實行了 那賦予參政權就是在1945年的4月1號 由天皇頒布的招書 由賦予台灣人參政權 這張是天皇招書 那這個是大日本帝國的一個體制 這是天皇 那我們在1945年4月1號成為日本臣民之後呢 台灣人就有選舉權 有五位本土台灣人進入眾議院 有一位進入貴族院 那成為日本臣民之後呢 就有效忠日本天皇的義務 所以呢可以參戰可以升兵 成為陸海空軍 那這個是一個日本政治的結構圖 所以我們台灣人成為日本臣民之後呢 就有參戰權跟選舉權 那依據這個日本學者的說法 這中間是一些大臣他們在管理這個日本國 那但是呢 依照日本學者的說法是說 這個日本臣民人民是天皇的 他們稱為是一個寶物珍寶 天皇把人民當成珍寶一樣 所以如果這中間這一層的代理管理的這個日本首相 日本政府如果對有一些不好的 對人民有一些不好的措施或是治理的話 那天皇是可以直接來管理這個臣民的 所以這個日本天皇是把日本臣民當作珍寶一樣在對待 這個有詳細的話各位可以看 今年的日台精英課程 有一位日本學者小明目善行的課程很精彩 那希望大家有空可以上網點選看一看 所以當時1945年4月1號之後呢 台灣在國際法上呢 就成為日本的合法的 以合併的領土 那已經成為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了 所以這個台灣的地圖在這邊 已經成為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那流球模式還有一個要提的就是說 當時呢 流球被美軍佔領之後 流球人民的公民的權利跟義務呢 是被懸置的 所以在流球在美國托管期間 事實上只有流球住民 並沒有流球公民這樣的說法 所以當時已經不能成為公民了 當時公民的權利義務被懸置之後呢 就不能行使公民權利 公民權利就是包含這個選舉的權利了 或是參戰權 所以不能舉辦這個選舉 那台灣也是一樣 事實上台灣現在也是被美國佔領當中 所以只有台灣住民這個身份 並沒有台灣公民這個身份 那有一些學運的人會說 什麼公民聯盟 那些都不是真的 那個都是錯誤的 不符合國際法的 所以在如果是本土台灣人的話 你的我們的身份 就只有住民身份 並不是公民身份 那流亡到台灣的一些中國難民 跟後代他們 在法理上是具有正式的中國國籍 這個身份至今從未改變 那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國際法的概念 跟法理堅持 那這一點要注意 所以說有國際加五國際就會變成有國際喔 一加零會變成一 所以要注意 如果申請的人是母親這邊有具備日本時代的戶籍成本 但是父系這邊有一個不具有是本時代的戶籍藤本 那麼這樣子的申請人 那就不是本土台灣人 這是很我們台灣人自己也不要違反國際法 要遵循這個國際法 我們台灣人不可以再像中國人一樣 處處違反國際法 那這是錯誤的 所以在這個身份上的認定 也要非常遵守國際法 那這是當時的琉球的民政府的建築物 跟當時的職員 那總督是美國人 這是當時使用的一個旗子 那當時的琉球人呢 他們有一本綠色的身份證明書 那綠色代表的是主權不明 主權未定的狀態 所以台灣人現在拿那個中華民國綠色綠綠的護照 那也是代表一種主權 主權未定主權未明的狀態 好 那當時琉球呢是被佔領地 有這樣子的身份證明書 那也有日本的渡航證明書 就是所謂的旅行政見 那秘書長說差不多今年就可以拿到 台灣人就可以拿到這個旅行政見 好 那接下來主題是什麼 什麼是流亡政府 我們可能要講快一點了 很多主題要說 那定義就是 流亡政府呢 是住在其他國家的臨時性的政治性組織 那流亡政府 他會被承認主要的效力就是說 有受到一些外國政府的支持 那跟他自己國家本身有人口 那重點就是說 他流亡的是外國的領土 非本國領土 那這是當時有很多 二次大戰 那時候有很多流亡政府 都是在英國倫敦 因為像法國 這個是Poland Polish Government in Israel Essists in London 或是稱作Polish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 那簡稱就是Polish London 比利時也是Belgian 好 所以叫Belgian London 那法國也是 French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 French London 這樣的簡稱 那這個中國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或是稱作Chinese Taipei 這是中國台北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那這個2010年的6月25號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已經簽訂了ECFA 表示他們已經結束了內戰狀態 他們是兩個中國要統一了 那我們應該要恭喜他們兩個中國要統一 他們要回歸祖國 然後也有Korea Shanghai這樣的例子 那也有Tibet的蘭沙拉這樣的例子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當時二戰之後 1945年的9月2號 杜魯門核准一般命令第一號 Shipping Commander for the Airline Power General Order No.1 那他發布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指定一些各地區的受降的事務 比如說在東南亞戰區呢 就有比如說緬甸是由澳大利亞的蒙巴頓將軍代表受降 那北越是由盧漢將軍代表受降 這是中國的盧漢將軍 那香港呢也是由中國的無名將軍代表受降 那這些地區受降之後 並沒有割讓土地給中國 或是說割讓土地給澳洲 比如說這個緬甸喔 緬甸當時呢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在1943年的時候呢 1942年的時候 翁山跟奈溫將軍所領導的緬甸獨立軍呢 他們引領日本軍佔領了緬甸 那之後日本呢就給緬甸成立民政府 幫助緬甸發展國家跟經濟 所以當時在二戰期間 其實東南亞各國是非常感謝日本人的 因為他們呢趕走了這個白人的殖民者 並發展他們當地的一個政府 發展他們的國家跟經濟 但是後來二次大戰之後呢 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呢 這個命令第一號是派澳洲的蒙巴頓將軍去代表受降 但是並沒有把這個緬甸領土呢 就割讓給這個蒙巴頓將軍喔 後來還是回歸到英國 英國總督來管理喔 所以表示說這個受降呢 並不等於佔領的意思 受降也不代表移轉主權的意思 這個要很注意喔 那這個是最近有討論這個北越的越南呢 是由中國派 這個麥克阿瑟的命令是派 指定蔣介石接受受降 那蔣介石指定魯漢將軍到越南去接受受降 那當時呢這個魯漢將軍也是這個燒殺魯略 搶奪越南人民的財務 那最後呢越南人比較厲害 把這個魯漢將軍呢整個趕走了 那當時香港也是 香港本來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本來英國是堅持要參與受降 主持這個受降 但是蔣介石堅持他要派這個無名將軍去代表受降 最後英國讓步讓這個中國派代表受降 可是最後也並沒有移轉香港主權給中國 所以東南亞戰區的這個受降並不代表佔領 受降並不代表就是移轉主權 同理台灣是蔣介石派陳怡來代表受降 所以也不應該移轉台灣的主權給中國 並不能有這樣違反國際法的情勢 所以中華民國自己的憲法 1936年的憲法 憲法寫的這個領土並不包括台灣 那到現在為止呢 中華民國的所謂的國民大會或是立法院 都沒有變更他們的領土 增加台灣這個地區的領土 所以宣稱中華民國擁有台灣的主權是完全錯誤的 那中華民國對台灣的領土呢 實行的只是代理佔領有效的統治 那並非擁有主權 那當時呢 這個1950年呢 6月27號 杜魯門總統也有一個演講 他指出說 如果美國跟國際社會已經承認台灣是中國的國家領土 那台灣海峽必定是中國境內的海域 那他在法理上完全沒有立場 派第七艦隊來進入台灣海峽 但是 戰後這70年來 美國第七艦隊一直環繞著 這個台灣海峽在防衛台灣 所以可以證明 這個台灣海峽並非中國的內海 是一個公海 那 所以美國有權利依照國際法 派第七艦隊來 保護他的佔領地執行他的佔領義務 所以呢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要用中華民國來進入聯合國 或用台灣來進入聯合國 企圖成為一個國家 都是不可能因為違反國際法 因為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不可以移轉主權 那這個是 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的一個決議文 2758決議文 還有台灣進入 一直申請進入聯合國 在1996年的時候 被聯合國回函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也不能用台灣的名義進入聯合國 當時呢 2007年 陳水扁正式以台灣名義 要求加入聯合國 那 聯合國的秘書長潘基文回應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所以否決 但是呢 美國也出面糾正 聯合國秘書長的說法 好 他要求聯合國停止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句話 那潘基文自己也承認 他這個公開發言 go too far 太超過了 並確認未來聯合國 提及台灣時不會再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詞 所以 美國總統對於本土台灣人的關係 是建立在 從屬於萬國公法的戰爭法 那在台灣的流亡的中國難民呢 跟美國總統建立的是一個政治關係 那我們從這個圖可以分析得很清楚 本土台灣人在這邊 是法理台灣 依據的是 跟美國的關係是依據 萬國公法 戰爭法 國際法 舊金三和平條約 那本土台灣人要走 自己 陳立民政府 走的是這條路 那台灣的現況是屬於日俗美戰 主權屬於日本天皇所有 那現況是美國佔領當中 那在台的中國人跟他的後裔呢 他跟美國的關係是建立在美國台灣關係法 那這是一個政治的台灣 那他們是 他們的政府組織是一個 當局而已 只是一個管理中國 在台中國人的當局 那他是一個中流亡的政權 那這條是一條 跟上面是平行路 絕對不可能會有交集 這是兩條不同的路 所以本土台灣人自己要走的是 這條法理的路線 不應該繼續在這個政治台灣上走 那誰擁有台灣主權呢 是平埔族嗎 還是高砂族呢 我們大概都是平埔族跟高砂族的混血種的後代 那藝術長有說 住在國兵飯店 國兵飯店 當然是你的 應該不是吧 因為為什麼沒有建立主權 前面有提到 這個 這個人父人權義務 人父人權義務就是說 要有能力保護自己的領土範圍 要有能力自己生存 跟保護自己的領土範圍 那顯然平埔族呢 跟高砂族沒有辦法完全的保護自己的領土範圍 幾百年來一直被外來的移民者呢 侵犯統治 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領土範圍 所以沒有辦法建立主權 沒有辦法建立國家 所以在13、14世紀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一些日本人來來往往台灣跟日本 那在這個差不多是台南安平的地區 有很多日本人的部落 所以當時台灣只是很多部落而已 並沒有建立國家 那這個是清國大概有效統治的範圍而已 這是歐洲人化的 那其實也是只有六個屯肯區 但是清國宣稱這個 這個叫台灣是他實際管轄控制的領土 好 那依據下官條約 清國就割讓了這個台灣領土給大日本大皇帝了 所以下官條約的簽訂條文是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簽的約 並不是清國跟日本國 是皇帝對皇帝 所以後來的舊金三和平條約 規定的日本放棄Right Title and Claim 這個主詞是Japan 並不是The Emperor of Japan 所以日本天皇並沒有被處罰 是成立了一個新日本國之後 新日本國放棄台灣的Right Title and Claim 所以目前台灣的領土主權還是在大日本天皇陛下的手中 所以誰擁有台灣主權 這樣就很清楚 好 那這個下官條約 清國跟日本有聲明要以英文版的為準 好 那英文版我們來看就是 The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皇帝對皇帝 那China ceded to Japan in perpetually and full sovereignty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 以下的領土 就是The Island of Formosa 它割讓的是Formosa Formosa的話是整個台灣島 那還有這個Pescadoris是澎湖 所以以英文版的為準 中國永久跟完整割讓主權 以下的領土 福爾摩沙跟澎湖給日本 好 這是中文版 好 所以這可以證明說 清國是完完整整的割讓領土 給大日本帝國了 所以平埔族跟高砂族 之後就成為大日本帝國的 準成名的一個身份 那在1922年有一個 華盛頓裁軍協定第19條 國際上也證明 台灣澎湖是日本的領土 好 這個是領土的一個圖 完成 日本完成了台灣主權的建構 好 當時呢 也很清楚喔 清國人赴臺也是要辦這個護照 好 辦護照 使用護照都是去外國嘛 所以日本時代台灣人的護照是這樣 好 那開羅會議呢 要講的就是一點 這個是一個開羅公報 並不是協約條約 所以呢 未必需要 在法理上未必需要遵守 那當時的簽訂者之一 丘吉爾 丘吉爾首相的孫女 後來去年在來台灣參加會議的時候 他也公開的說明 這個是新聞公報並非條約 好 這位是丘吉爾的孫女 他有強調 並不是條約 好 那當時的簽訂 就金三和平條約的撰寫者 1951年9月5號 杜勒斯有在和平會議上有演講 這個開羅公報是私下協議的性質 暫時聲明 以致暫後實施成為道義上的應該 並不是法理上必須要執行的協議 好 這個是一般命令第一號 剛剛有解釋過了 寫中文在騙台灣人 台灣光復節 這裡是美國國旗 美國是佔領全國 台灣人愛看中文就會被中國人騙 好 那就金三和平條約呢 也明白的指出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所以現在台灣的一切法理地位呢 都是要以這個美國總統為依據 我們是要求美國總統征服者 要執行對台灣的實際佔領的這個義務 好 那台灣關係法呢 規範的是 美國人民跟people on Taiwan 是在台的 在台灣的人 也不知道是什麼人 中國人還是什麼人不知道 所以並不是指涉的是台灣本土台灣人 那這一條呢 Session 2也有指出說 已經 台灣關係法已經終止 Termin the Governmental Relations 已經終止了政府之間的關係 所以在1979年 中華民國呢 已經不是政府了喔 美國已經跟他終止政府之間的關係 所以現在台灣的主權地位是日暑美戰喔 那這個就是 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在發生莫拉克風災時候 美國不需要中國政府任何一個政府的同意 就直接軍機飛來救援援助台灣 那311大地震之後呢 美國從日本撤僑 那也是不需要經過 中華民國政府同意 那直接就來台灣海關 執行這個海關的勤務 這些都是美國人喔 好 所以今年的4月24號 美國是日本國的征服者 那他歐巴馬會見日本天皇夫婦 表示呢 二次大戰之後呢 美日兩國已經和解 甚至呢 現在更緊密的合作 好 那 美日兩國呢 雙方都表示這樣強化 美日同盟的關係 好 那是 那強化的是美日安保條約 那重點是他 反對任何試圖影響日本管理釣魚台 單方面的行動 那呼籲呢 透過外交對話來解決這個紛爭 美國正確是很明確 釣魚台是由日本管理 屬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範圍之內 好 那 歐巴馬說 If you with me Please let me know 那我們台灣人也要告訴歐巴馬 We are with President Obama 我們支持我們的征服者 好 我們希望我們征服者 盡快來到台灣 執行親自佔領的 佔領的義務 盡快讓我們走完這個行程 恢復到主權國家的地位 好 所以 We are with President Obama 好 感謝各位 我們給歐巴馬加油吧 再給自己加油 各位同心稍等一下齁 我等一下這邊要宣布 等一下分足討論的地點